好危险好危险 我看着好害怕 4月7日 安徽合肥一捕习班楼下发生火灾 至少一死十一伤 事发时学生爬窗逃生 7日 网传视频显示 安徽肥东搓镇一捕习班楼下起火 现场多名学生爬窗逃生 还有不少学生逃生后 脸上身上手上都被熏黑 疑似紧急联系家人 当日深夜 合肥发布肥东县通报称 事发时间为7日晚间六十零九分 肥东县搓镇中心街一民房一楼楼到杂物间杂物起火 导致一人死亡 十一人受伤 当地知情网民透露 我们镇上的几乎都是我家宝宝学校的 我家在其他的地方补课 晚上知道这个之后 瞬间想开了 学习随他了 我刚好在合肥安一附属烧伤课 昨晚是八点点多 亲眼看到送来十个孩子 看得我心都痛了 特别严重 祝宝贝们早日康复 其他网民留言说 天啊 都是孩子们啊 心痛 这种事情好痛受不了了 补课把小孩子补没有了 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痛 希望管管吧 肥东门一鸣这边小区 到处是飞线电瓶车充电 楼道堆满了杂物 全是易燃品 北京前门一网红面馆起火 4月3日下午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大石烂街道 西河岩104号的 方砖厂69号 炸酱面饭店 发生火灾 当时正值用餐高峰期 饭店两层都坐着不少食客 伤亡不明 情况不明 视频显示 饭店屋顶被烧穿 满目苍蚁 网友留言显示 这是一家众多游客打卡的 网红店 日常食客众多 饭店上下两层 店内一片狼藉 地面有积水 不少饭桌上 还留着食客 没有吃完的饭菜 从冒烟到起火 非常快速 也就一两分钟 看到着火 火势凶猛 根本灭不了 饭菜 糟了 饭菜 饭饭 饭菜 爱 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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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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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